现在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和田装士投赤车叫人帮入场 以及二号选手人龙手办电锯车号康康入场 好 现在比赛开始 一号选手一开局炸弹没放稳 为场上观众表演的场炸弹性的二号选手顺先获得一局胜利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了第二局 一号投赤车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开车稳如泰山 军队正在试图上身即行力的从天而降的二号电锯车 进行投掷瞄准中 但二号电锯车很显然低估了自己那电锯车的爬山能力 在爬山过程中严重损失了自己二分之三战斗力 看来这场战斗胜负一力 一号选手再次战胎 让二号选手获得一局胜利 玩儿呢 好 现在进入到了第三场战局 二号选手这次选择了飘移我进入战场 但这次飘移太过完美又飘了回去 太逊 并没有进入一号投赤车的领利 直播这些都不是问题 二号选手采用自己高超的车机成功调查 方向又完美地撞到了屋顶上 对一号投赤车机用喷火器烧了个鸡鸡 一号选手成功百分一余 打破零分战斤 此外比赛没有武器限制 所以一号选手私自加装喷火器命不违规 那么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 二号选手电锯车 这次放弃飘移过弯入车的零批方式 采用了合冲直撞的突击方法 一号选手投出致命的三分球 没中 此时二号选手已经突破了战场回栏 将对一号选手进行致命的电锯冲击 二号选手用自己前置喷火器 撞碎了一号投赤车的咸咕噜 使用牛顿力学的加持 成功为了一号选手投赤车 终点咕噜所赐的力度发动技而易 现在进入到了第五局 二号选手电锯车 依然建设自己的直线突入战术 再次突破了未来 在快接近一号投赤车时 再次摔出了完美的过弯飘移 但过于完美的飘移 又再次飘离了方向 此时一号选手把握住这个完美的机会 使用私自加弱的前置喷火器 再次炸堂跟二号选手又一次获得胜利 啊 真是场惊心怒破的战局啊 真没想到小小的鼓劲里 居然出现两位顶级的沃罗凤冲 现在进入到第六场战局 一号选手再次投资出自己致命的三分球 没中 二号选手电锯车 还是采用自己拿手的横冲指导方式 对一号投赤车展开了正面突击 而此时不慌不慌的一号投赤车 隔着八百里使用了喷火器将二号电鱼车喷成了渣渣 很显然 一号投赤车以私自改装喷火器 使其性能翻几十倍造成了违规 本场上裁判撂起了红牌警告 并禁止了一号投赤机 对本场比赛战策的所有改装 并且扣除一分 当前比分为一比三 没有了喷火器的保护 这对现在一号选手简直就是致命打击呀 那么现在开始第七局战斗 二号选手依然还是采用自己 外用的直线打击战术 卡在了温拉场就连骨肉都飞了出去 一号选手把握入本次机会 投出了致命的三分球 还是没中 但此二号电鱼车已经是代载的高扬 一号投赤车在开车员的指控下 流畅地进行的装弹 装弹成功 发射 没有说估计还是不中 中了 一号选中了 全体起立把流血打在弓身上 现在一号选手在获得了本次胜利后 不选择谈场重修 而是狂躁地站在战场上 继续战斗 二号选手成功复活 再次气势凶凶出向了一号投赤车 一号投赤车虚晃一枪 猴了 但没有完全投 把二号选手吓得进行了S型走位 二号选手他又忘了自己的轮胎大型的电锯 一个完美的飘移过渡 就撞在了环户上 丧失了二号电锯车的行动能力 而此人一号投赤车 也填装完毕 进行了再次三分投赤 他又中了 一号选手拼击了自己高超的技术 再次的搬回一局 让这场比赛比分再次达到平局3比3 好 那么现在开始决赛前的最后一局战斗 第九尤其 这次近战刺客电锯车 因为一点毛病出现了 已经没有火焰焚射器包护的一号投赤车 一号投赤车再次使用了自己的精准投赤 很显然 这种移动的拔子对于一号投赤车驾车员来说 是个巨大的难题 不过 不妨 一号投赤车滑慢的后退着 而此人二号电锯车 终于想起来自己也加弱的有配火器 在靠近一号投赤机时 进行了一场火焰焚射 那猫子又忘了自己的孤独是电锯 完美的没杀住车转弯 为一号投赤机避过了所有伤害 而此人一号投赤机已毫无虚弱 只能逐渐退后 上山已求一条生路 而此人一号投赤车 此人已身负绝路 决定同归于尽 放下了自己剩余的两颗炸弹 把自己炸毁了 于是现在进入到了比赛的最终局 比赛真正进入到了白柔化时期 最终的赢家将会浮出水面 现在常常的观众 对一号投赤车将人帮毛子不带爆 太大的希望啊 把目光都放在了二号电锯车爆柯柯身上 战局貌似已经定死了 二号电锯车冲向了一号投赤车 那从二号角度来看 二号选手现在发动机 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 突然在原地转圈圈 这给了一号投赤机一个 翻白拿回平局的机会 从一号的弹药库来看 现在一号仅仅上了一发剩余弹药 啊 看来过于紧张了神经 使得一号的技术大幅度下降 只剩下最后一发 他投出去了 他能中吗 他能中 他中了 他没中 只是有一点冲击不忘了二号电锯车 但这对二号电锯车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伤害呀 而一号此时也破管子破摔的 居然启动了他的庞大的发动机 弓向了二号电锯车 试图拼刺刀 以近战结束战斗 而二号电锯车也大胆地放出 我不用喷热气 也能吹爆你的嚣张言论 一号投赤车滑慢地前进着 他们开始了 少次近战交锋 一号试图用右前轮电钻 其于电锯车钻孔打击 但奈何二号装甲版太后根本算不通 一番交战 双方靠着牛顿力双双弹开 第一次机械 双方并无损失 于是二号电锯车开始环绕寻找突出点 终于找到机会 瞄准了一号投赤车 和车轴出心 对其进行了冲刺 使自己撞在了一号投赤机的轮胎刺上 并随着刺的旋转 使其旋转到了第三个轮胎刺上 一号选手趁机反复摩塌 可然一号中间位置断了 但二号选手无万万没想到 一号选手的车是刚驾车 中间的木划断了 对车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一号选手现在仍保持有战斗力 而二号选手此时 却被反复摩擦地只剩一个电锯轮胎可供移动 一号投赤车 趁机扑了上去 以虎狼之力将二号选手碾成了粉碎 这场战斗真的是太太精彩了 一号选手成功追回笔分 以4比4的战绩光荣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说日交日胖刷到今次缘分 关注在走报期